我想跟他谈第二件事情 我突然间忘了我要跟大家谈什么事情 我想说今天原本焦点会在总统的袜子上面 原本是超严肃的民进党团结挺双龄大会 焦点瞬间都在总统的一双袜子上面 原看确实满满的点点引发网络讨论 照片第一时间看不清楚 有网友看成长得像珍珠奶茶的袜子 认为超可爱很想卖 还说台湾果然是珍奶共和国 但其实拉近一看图案不是珍珠奶茶的粉圆 而是满满的菱形 其实当下因为要脱稿 然后要带回稿子 一度这个脑子一度空白 我只想到会前会 大家在会前会都在称赞总统的袜子多可爱 那也的确是蛮可爱的 所以我就脱稿也就顺便脱口而出 提到这件事情 看来总统袜子上的魔化图案形成另类穿脑 毕竟总统平时穿的都是暗色系的袜子 很少选这么俏皮的 在党中央记者会上致辞 无疑能坦诚一度想脱稿 无奈效果不佳 平平忘词 在那么严肃的场合 谈到这个谈到总统的袜子 这种人穿着 其实是非常不适当的 所以造成他不自在 我也需要跟他道歉 如果有模糊到这个议题的焦点 我需要跟林静怡 也需要跟林长左说声不好意思 希望焦点可以回到挺双龄投票上 但总好的穿着品位也成另类焦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